你知不知道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 制作冰毒50克以上 就可以判死刑 我估计你不是论克了吧 你得论敦算了吧 这绝对是古仔离死亡最近的时刻 身为制毒师的他 原本一直藏在幕后 直到一次制作面粉的过程中 工厂意外发生爆炸 暴露了他的身份 虽然古仔没有被当场炸死 但因为吸神了过量的有毒气体 导致神志不清 所以在逃出来的路上发生车祸 被人送到了医院 期间有名警察一眼看出 他身上的这种腐蚀伤 绝不是车祸造成的 警察名叫雷哥 是个经验丰富的基毒警 他根据监控锁定了古仔出发地 从而找到那间发生过爆炸的工厂 地上的化学品与古仔身上的味道一样 而且现场还有几具被炸死的尸体 都是古仔的家人 由此可以证实 古仔就是这里的制毒师 而此时病床上的古仔 也已经清醒过来 他为人狡猾 第一时间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警方控制住 所以选择继续装睡 说来也小 这是医院走廊上传来争吵声 警察看古仔还没醒 便起身看了眼外面的情况 然而就是这短短几秒 古仔竟然消失了 警察见状赶紧追了出去 却不知古仔就在他背后默默观察 甩开警察后 古仔往楼下跑 眼看胜利就在前方 却在即将到达门口时 跟赶回来的雷哥撞伤 两人对视片刻后 古仔扭头往另一个方向跑 并且一头扎进了太平间 雷哥紧随其后 还把自己的手下喊来 一句句尸体仔细地找 很快 雷哥发现有个隔间门没关了 冷气从里面冒了出来 古仔必无可避 只能束手就擒 被带到审讯室后 雷哥把警方掌握的证据摆了出来 我们在黎叔路找到了你的制度工厂 爆炸死了两男一女 女的是你老婆 男的是他两个哥哥 能聊吗 古仔立刻清楚 自己逃不掉了 而以他的罪名 恐怕要把牢底坐穿 所以他当即决定配合警方 把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 来换取从轻量刑 这时 古仔的手机一直在响 是给古仔运送颜材料的司机在找他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古仔把工厂爆炸的事情告诉司机 随后让他把货送到鄂州的工厂 安抚好司机后 古仔向警方坦白 按照计划 他今晚会以中间人的身份 介绍他的上线跟当地的一名毒贩认识 警方一听 这是个一窝端的好机会 于是决定伪装成古仔的上线 去跟毒贩哈哈哥见面 别看雷哥是个警察 但演技确实一流 他非常熟悉尹君子的行为习惯 所以时不时就吸一下鼻子 很快 两人见到哈哈哥 对方人如其名 一见面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探哥 请 雷哥冷漠的态度 让哈哈哥十分不爽 但他表面上没有说什么 落座后 雷哥把烟盒放在桌子上 而里面其实藏着个摄像头 正对着哈哈哥的方向 以便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 哈哈哥知道古仔的上线是个隐君子 为了拉紧关系 便拿出自己在南美搜罗道的好货 孝敬雷哥 可对方接下来的表现 让他大吃一惊 雷哥闻了闻板子上的面粉 下一秒竟然直接一口气吹 拿去 嚣张的态度把哈哈哥气得半死 可他却不敢说什么 接着 雷哥又拿出一个小瓶子 把里面的粉末倒在手上 用力吸了一口 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好货 说着还要给哈哈哥品鉴一下 我虽然卖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从来不碰这种东西 对脑子不好 哈哈哥被雷哥这个劲头唬住 但实际上 瓶子里的粉末 是警方用薄荷糖伪装的 双方闲聊了几句后 准备谈正事 哈哈哥说自己在整个亚洲 都有人脉 所以想跟雷哥达成长期合作 雷哥手里制作出来多少货 他都能给卖出去 正说着 哈哈哥的老婆 把一碗鱼翅端到雷哥面前 正巧挡住了摄像头 雷哥健壮淡定的移了下烟河 结果哈哈哥的老婆 又拿过来一瓶挫 又把摄像头挡住了 这下雷哥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哈哈哥也不是傻子 当着他的面一个劲摆弄烟河 搞不好会引起哈哈哥的警觉 另一旁的骨仔意识到 表现的机会来了 起身拿起烟河 抽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 随后顺手就把烟河放在旁边 镜头对准哈哈哥 可这一来一往 还是让哈哈哥起了疑心 他也拿起烟河 仔细地端下了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 好在哈哈哥只是虚晃一枪 并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烟河还在他手里 总归不安全 于是骨仔一把夺过烟河 跟酒杯和烟灰缸摆在一起 掩饰着哈哈哥提到的多方事 随后再顺手把烟河扔给雷哥 不动声色地替雷哥解了围 雷哥这边见戏演得差不多了 便准备起身离开 临走前他告诉哈哈哥 后续会跟他详谈合作 算是给哈哈哥吃了颗定心丸 不过跟哈哈哥的这场戏 还只是钱财 雷哥迅速来到警方的房间 换了身衣服 期间他不停地模仿 哈哈哥的笑声和语气 显然他接下来的计划是 伪装成哈哈哥 去跟谷仔真正的上线昌哥见面 此时酒店大堂 真正的昌哥已经等候多时 接着门口传来一阵魔性的笑声 引起了昌哥的注意 这时警方一边布置包厢里的饭菜 一边派人去托住哈哈哥 以防双方在酒店大堂里碰面 好在时间安排得刚刚好 双方擦肩而过 高兴吗高兴 高兴 进到包厢后 雷哥招呼昌哥到饭桌旁落座 但没想到 对方压根不搭理的 而是静止走向了旁边的沙发 接着昌哥拿出面粉 推到雷哥面前 天 雷哥愣了一下 随后立刻用哈哈哥的那套 说辞应付昌哥 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 碰了对脑子不好啊 然而昌哥表情一变 直接告诉雷哥 不惜就别谈合作 此时雷哥心里正在快速抉择 已经走到这一步 他不想前功尽弃 于是硬着头皮凑了上去 几乎是瞬间 他就被一股陌生的感觉控制住 但没想到 昌哥还不打算放过他 紧接着又推过来一份面粉 标书 静 吸了 就是标书的朋友 昌哥嘴里的标书 是道上无人不知的大毒枭 但因为此人做事谨慎 警方一直没有摸到他的信息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秘处 标书跟昌哥他们是一伙的 为了能接紧标书 雷哥别无选择 大几量的面粉让雷哥感受到钻心的痛苦 但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故意挑衅 雷哥知道只有他更硬气 对方才会收敛 果不其然 昌哥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答应之后会把标书介绍给他认识 等昌哥走后 雷哥再也坚持不住了 倒在地上痛苦的打滚 这时古仔看着他 人却慢慢挪动到门口 似乎盘算着想跑 但下一秒 其他警察破门而入将他控制住 古仔见状立马改变主意 利用他的专业知识 给雷哥提供建议 缓解他身上的不适 雷哥一一照做 最后整个人都埋进了冰水里 才终于恢复正常 而清醒过来的雷哥 立刻问了古仔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古仔瞬间破防 对着雷哥破口大骂 冷静下来后 古仔意识到自己局势被动 所以该配合的还是得配合 在他的带领下 警方一行人准备出发去俄州 亲自取杰之前的那批货 因为之前送原材料的司机 是彪叔的人 只有让司机看到古仔出面收获 他才会回去跟彪叔通风报信 让彪叔放心继续交易 俄州的工厂原本是古仔的两个徒弟在打理 从这二人手里制造出来的面粉也不少 所以警方已经在暗中埋伏好 时刻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另一边收获的过程非常顺利 彪叔也很快收到消息 于是终于放心约雷哥明天见面 不过彪叔戒心很重 他知道跟自己谈合作的哈哈哥有个码头 于是提出要去码头看看 雷哥文言只能做掉真的哈哈哥取而代之 通知哈哈今晚交易 到了晚上 古仔出面跟哈哈哥谈交易 对方准备了一整箱的钞票 可见是非常有诚意 但哈哈哥不知道的是 警方也很有诚意 已经在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毫不费力地拿下了哈哈哥 哈哈哥落网后 雷哥打算一股作气 把骨仔的两个徒弟也抓了 但没想到 这两个人十分谨慎 防弹衣从不离身 就连洗澡上厕所也都穿着 工厂里还到处藏着武器 这么多警察 愣是没能详住他的 而更可气的是 工厂里竟然有个地道 就这样 两人顺着地道逃之夭夭了 雷哥得知此事后 当即大发雷霆 质问骨仔为什么工厂 又递到这么重要的消息 没提前告诉警方 骨仔解释说 他也不知道这个事 但雷哥显然是不再信他了 直接让人把骨仔带回总队 为了能戴罪立功换取活命的机会 骨仔又说出一个秘密 原来标书只是个傀儡 他背后还有七个香港人 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之前骨仔没说 是因为那七个人里有他兄弟 有他干爹 骨仔不想出卖他们 但是现在他已经自身难保 只能靠出卖兄弟换减刑的机会 还有六几种 他们全部都会离开渔港 事到如今 雷哥决定再给骨仔一个机会 一个小时后 一艘客船抵达码头 骨仔开始在人群中 寻找那七个香港人 逐一介绍给警方认识 确定骨仔不是骗人后 雷哥如约去跟标书见面 他当着标书的面 操纵港口的上百艘船 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 人群中的香港七人组 自然也是目夺了这一幕 顿时对雷哥非常满意 七人组有一跟雷哥合作 便让标书约雷哥 今晚去酒吧祥谈 此时的雷哥满脑子 都是怎么把香港七人组给调出来 于是晚上谈判时 他故意拿走装有窃听器的打火机 放在手上把玩 随后假装不经意发现了 里面的窃听器 借机向标书发难 致以标书联合骨仔坑自己 切听器吧 我屁啊 另一头的香港七人组 兼事情不灭 顿时犯了难 一方面他们不想暴露 自己隐藏了多年的身份 可另一方面 他们又舍不得放弃雷哥这条大鱼 纠结过后 七人还是决定追出去 亲自跟雷哥谈判 雷哥演了这么一出戏 算是让香港七人组 彻底对他放下戒心 约定明天到码头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时旁边的女警提议今晚雷哥坐东 请大家一起吃个饭 实际上警方是想提前把这七个人控制住 但香港七人组却拒绝了 七人组此举是想把谷仔带走 跟他单独探一探雷哥的虚实 但雷哥担心放走谷仔后 他会耍阴招 于是特地敲打了他几句 有什么需要一定打给我 金海是我的地盘 都是我的人 这话的意思是警告谷仔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控制下 别想耍花样 好在这一晚上没出什么岔子 只是彪叔和昌哥音办事不利 被狠狠揍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 谷仔按计划带七人组去码头交易 但是半路上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一个大胆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浮现 于是谷仔半路突然停车 把一段警方安装在他身上的窃听器 随后把警方的计划全部说了出来 显然 谷仔还是想赌一把 赌自己运气够好 能逃出生天 另一边雷哥见谷仔停下 顿时察觉不妙 于是一边联系特警支援 一边让附近的警察去疏散群众 可就在这时 丧心病狂的谷仔突然猛踩油门 对着前方的女警撞了上去 然后拿枪下车 朝雷哥开了一枪 有了谷仔这一枪 香港七人组想不动手也不行了 只能硬着头皮跟警方火拼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而狡猾的谷仔则趁乱溜进校车 还哄骗车上的孩子站在窗户前 给自己当挡箭牌 如此一来 警方果然不敢轻易向谷仔开枪 只能眼睁睁看着谷仔准备开车逃离 但这时 谷仔似乎良心发现 驾驶校车横在路中间 准备接应同伙 结果 眼看着那几名同伙要上车了 谷仔却突然关上车门 掉头开溜 这下 同伙傻了 警察也傻了 而谷仔辞去 就是为了把同伙引出来 送到警察面前 用他们当诱尔拖住警察的脚步 给自己争取跑路的时间 不得不说 谷仔这招是真阴险 反复横跳把警匪双方耍得团团转 但不管怎么说 谷仔总算是逃出生天了 可正当他沉浸在终于自由的喜悦中时 却意外跟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 而更意外的是 轿车上坐着的 竟然是谷仔的两个徒弟 那么 他们二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 上次遭到警察围捕后 两人虽然逃了出来 但一直怀疑是谷仔出卖了他们 于是想找到谷仔问个清楚 但没想到 双方就这样在马路上撞架了 只能说是冤家路窄 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双方都是惊弓之鸟 还没等冷静下来把话说开 就开始举枪护射 然而这一耽搁 警察就追了上来 两个徒弟见状 以为警察是被谷仔带来抓他们俩的 便深信谷仔是叛徒 一心想要干掉他 谷仔现在是前有狼 后有虎 但他分析了一下局势 还是选择向警方求救 这样一来 战火就从他身上 转移到了两个徒弟身上 雷格现在腾不出手对付他 就先把他靠在了车门上 随后举枪加入战斗 但谷仔的这两个徒弟也是硬查的 说明警察在他俩面前都站不到平 很快双方就伤亡踩中 全都倒在了地上 在这期间 谷仔也没闲着 用车门疯狂砸手 硬生生把手砸断 从手铐里拽了出来 随后他捡起枪 对准警察 此刻 谷仔成为了最后赢家 他拿着枪 对着地上的人挨个补刀 可就在他找出车钥匙 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自己抬不动腿了 原来雷格撑着最后一口气 把他和谷仔靠在了一起 谷仔机关算计 却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安排 电影的最后 谷仔被赶来的特警抓住 而他犯下的种种罪行 足以背叛死刑 可直到被刑刑的前一秒 谷仔还没放弃为自己争取保命的机会 嘴里说着各种他认识的毒贩 希望能靠出卖他们 换自己活着 然而这一次 谷仔做再多也都是徒劳了 独占这部电影 上映于2012年 由杜奇峰指导 维家辉由乃海担任编剧 谷天乐虽宏雷领先主演 阵容可以说是非常强大 整部电影的故事线也十分完整 电影里谷天乐的这个角色 实在太立体了 他聪明狡猾 而且很失识 不止一次根据自身处境的变化 变更自己的立场 这种人物塑造 比单纯的好坏来的真是多了 另外 网传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的结局 其中一版是谷仔在枪战后顺利脱身了 不过我搜了下相关的报道 结局确实有两版 本来是我把所有的警察 跟我的兄弟杀完之后 好像是半年之后 我在云南 那个铁桥上面 我跟人家去贩毒的 那个黄毅 他已经姓劉做那个队长 然后带一队人马过来抓我的 我一看到他就马上跳下去 但是那个地方很高的 我的脚都断 但是我还没放弃 还要慢慢慢慢爬走 但是真的给我走 那个电影就完了 所以我现在那个解决是 他后来想出来的 他觉得一个队法 一定要受到洗刑吧 其实比较而言的话 我会更喜欢现在这个结局 因为我个人觉得 最后谷仔行刑的那断刑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至关重要 一个在死前都还想找机会逃命的匪徒 这种设计真的很少见也很真实 不知道让大家选的话 会更喜欢哪一个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